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已经在Planzer Kingdom玩了对不对? 因为MCO已经开放啦? 是我,那天我朋友叫我去巴黎吃午餐 这样好,带我去哟 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出门的时候 你的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出门的时候 需不需要安装CCTV 跟CCTV的重要性跟好处 第一点 如果你家里有CCTV的话 你可以实现远程牵控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在世界各地 只要我的手机有WiFi 我家里的CCTV还在联网的话 我可以用手机来监控我家里的视频矿 如果我家里有老人家、小孩 我都可以看他们的情况如何 不用啊 我刚刚每十分钟跟我报告一轮 也是可以 没问题 再来就是 我可以用这个CCTV来看一下我的宠物 到底有没有吃好、睡好、穿好、玩好 因为我不在 我希望它也是过得好好的 哈喽 这种情况的话 最好就是在家里配上一个TP令 踏破CCTV啦 这三款CCTV的主要功能分成三大类型 首先呢 我们有C110 然后C210 跟C310 最大方便 C110 是要便宜的玩 然后呢 它只是 可以放在一个定的位置 就是不能随意移动 C210呢 就能180度 跟360度的移动 就是可以自由选择 全程跳跃 都被一转眼 全小看不见 然后C310呢 就是户外型 基本是防尘防雨 相信大家对TP令的品牌也感到不陌生 它们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打滚了几十年 有相对疼索的技术 如果还没有 CCTV的朋友们 也打算出眼儿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这台CCTV哦 因为它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拜拜 MG画面 TP令是个国际品牌 性价比超高 要强调TP令 MG